今天的回收件又到了 猜猜看一下基本都是些高端旗舰硬户 看看这种啥来兄弟们 14POLO 512港版双卡 MT60POLO 512国航 14POLO MAX 2.6国航 充电74还太饱半年 它就是S22 Ultra 这一个华为NOWA 7SE 这是一个华为的MG40 2.6G 5G版的 就这些啊基本上都是些 高端的旗舰机型 其中这杠台机器比较特殊啊 看看这一台来 14POLO MAX 2.6G国航的 这个机子现在已经发出了两年之久了 这台的话是一个充电只有70次 效率100官方在保还有半年时间 非常的稀缺这东西 好这台就是这个三星的S2 Ultra 看这个机起来 它的后盖看到没 这个带了个2这个字母 带了个2什么意思 想说正常机的话 但是没有这个字母 这个网上带了一个2 这话就是官方的三星机 它会带一个2的标识 带的是官方机的意思 这台机的话是一个 这个12加2路级的国航版官方机 城市的话它是一个95星吧 平方的话也是完美的 没有漏夜没有坏脸 没有什么烧屏啊 七米也完好 他们因为这个话也是官方 在保的今年的5月份啊 像这是S22 Ultra 现在后再保的非常的少见 像这种官方机的话 车上机的话 它使用啊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但的话价格就比较便宜 这台呢 咱们就直接放个福利吧 当然就有钱线 贴手来免 这个14Polo 5月2的白色的 非常的稀缺 还是白色的 城市非常的完美 这台的话 刚到货完了 发了朋友圈 这台的话 已经被咱们的网友给秒杀了 现在的话还剩S22 Ultra 14普隆麦 和一个华为的魅德40 这个魅德40的话 城市是一个小花机吧 平方的话有些小胶机 小矛盾 5G版的26的 709000E的处理器 现在的话这个2000多的一个行情 那的话当个备用机 主机都是ok的 性能是没问题 对